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廉 很久沒拍過這個開箱影片 終於又是一個開箱的影片 先說明這盒東西 大家不用留言說很有錢 雖然這盒東西也不是貴 其實這盒東西我不是個人名而買的 是用公司名而買的 因為接下來一些重要的開箱片要拍 那條開箱片如果已經出了的話 就會在右上邊大家按那個i字 就會看到了在資訊卡那裡 如果未見到的話 真的影片未出了 即是你也是好早第一時間就已經看到這條片了 那這個就是Panasonic的G7 還有大家如果看到這條片 現在可能背景的燈光這些位置有點閃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大家看到 那就是因為我這個拍攝周圍的燈的問題 就跟相機無關的 那這個我們開箱了 那大家看到了 那這一部東西就是G7 那我就買了送Kid鏡的版本 它就是送這個14-42mm的Kid鏡的 那這一部東西 那為什麼會選擇它呢 就是因為以這個預算來說 應該這一部是最好的了 那就是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一個反螢幕 而且一個反螢幕可以輕觸螢幕 還有它是拍到4K的 那它在Amazon就賣599USD的 換回港幣應該大概4650 不算運費的 但我其實在香港是買水貨的 那就買了港幣3480 其實都以同一個價錢來講 是挺便宜的 OK 那我們廢話不要太多了 立即開箱了 那不過先說明先 其實對於相機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新手 其實現在又沒有Focus 應該是有的 是不是 OK 那 那非常之不專業的 大家不要期望 我會有一些非常之專業的解說 那一開出來呢 就會有Driver碟 跟著中英文說明書 跟著還有一些簡單的教學 還有一個 講 對啦 都是教學那些 那這一份呢 基本上就 很多人不會看的 但我遲些有可能會看 因為一部進階的相機 我是真的不懂用的 那就先放在這裡 好 跟著 登登登登登登 我們準備開了 其實是哪一邊 上還是下 好像是你一邊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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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相機啦 哈哈哈 大家其實可能已經會察覺 一樣問題 咦 那你用什麼拍這個開箱片的 你拍這個開箱片 其實畫質好像都 是不是已經算是不錯 比起我之前的C920 Webcam 那就是啦 其實那部G7我已經拿出來用了 已經在用來拍這個開箱片的 那這裡就 原本就是會有一個擺相機帶的膠袋 然後包著相機的這個布 然後這裡就正常來說會擺著那支KIT鏡 那大家見到這裡就有KIT鏡的那個保護蓋在這裡 對啦 那這一邊呢 它原本就會有USB的線 其實還在這裡 然後它原本的三腳插個充電阻 原本有電 還有呢 它原裝電是480的 但是就跟機呢 就給多280已經有一塊電了 那所以我現在是有兩塊的原裝電的 那基本上開箱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都沒什麼特別的 如果大家對這部機有興趣 應該一早已經 已經看過其他人的開箱了 是不是啊 那我的開箱是不是真的沒有了 就這樣完呢 那當然不是啦 那有沒有一些專業的解說呢 有沒有其實做什麼呢 那一會大家就會看到一些 就是你在其他的開箱Review裡面 應該比較少見到一些東西的 這個是我的Style來的 那就是我會將這一部東西呢 除了遲些拍這個開箱片之外呢 也都是會拿來直播的 取代C920的Webcam的 那怎樣將一部相機搏下去電腦呢 這個就是大家一陣子的畫面就會見到的啦 好 現在大家眼前見到的 這個就是這個Panasonic Lumix G7的本體啊 而我正在用什麼去拍它呢 就是我剛才那部LG G4的手機啦 其實都還可以的 那這部機在駁電腦之前 和大家簡單地講解一下我對它的認知 那這幾顆按鈕呢 其實貌似就是連拍啦 然後4K連拍啊 其實我都不是這麼熟悉的 然後呢 這一堆按鈕呢 其實大家如果有用開相機的 都知道是什麼來的啦 沒有用開的 我說了你都未必明白的 其實我自己都不是太熟悉的 哈哈 然後它會有FN1的按鈕 然後這邊會有FN5啦 我手上整個Focus 然後還有的就是 它有沒有AutoFocus Focus到OK 那些人的統稱啦 或者叫做俗語啦 我跟他們講的就是 雙輪盤啦 一個就教這個 這個是教 right balance的 然後這個教 ISO的 我不記得有沒有調轉 總之就是Hardware 可以教到這兩個 不用在Menu選 對啦 然後的就有 唉可惜的就是 最壞我的腳架啦 哈哈 腳架和Webcam借給朋友啊 最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大家如果在我這裏 順便宣傳一下 就是大家留意我的Facebook專頁 就可能會知道一些資訊的 那這裏就會有個Touch螢幕 那我開一開機給大家看先啦 這邊OK 那就會一個Touch螢幕啦 Touch的話是會選到東西 可以按到的 對了 那它同時也是一個反螢幕 可以反轉 方便大家自拍或者Youtube拍Vlog KT Color之類的東西 那就對了 接著先關機器 其實省電 Lumix 那要接到電腦的話 非常之簡單的 那大家會見到這邊呢 就會有HDMI-O 然後AV-O Digital 和Remote的 其實另一邊還有東西的 我印象中 這一邊 這個位 這個位揭開呢 其實是一個插3.5mm的 耳機器 來的 對了 那只要在這邊的HDMI這裡 插條 Mini的HDMI線 然後呢 其實它有沒有focus到 看到了 大家知道了 那其實這個Steam盒是做什麼的呢 Steam Control 好啦我不是買廣告 是因為 我腳架借了給人呢 我剛才的相機就是浪在這個Steam盒上 真的非常悲劇的一個開箱 好 然後呢 就 欸 我把Google 這張東西其實沒有關係的 先蓋上它 不是宣傳 那 HDMI線 駁回到這裡 HDMI Capture Card 接著就可以駁回電腦的 接著 大家一會兒看到的畫面呢 因為現在還沒插 所以是No signal 那大家一會兒 就會看到 我們進了電腦的畫面 就會看到我們的相機的畫面 OK 大家看到的畫面已經是一個HDMI Capture Card 駁回電腦的相機的畫面 為什麼大家仍然看到我手機拍著相機的畫面呢 就是想讓大家知道一件事 就是 我們的Menu 其實在電腦看 還有在手機看 不是 是相機和電腦看 即是過HDMI之後是會有點不同的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Menu 就是Full Screen的 在電腦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很小格的 基本上它是同步的 可以實時看到所有東西 還有它 那大家就會想 咦 那你在電腦會看到這些東西嗎 那你直播啊 或者拍片都真的嗎 好奇怪 其實不會的 因為它這個東西是可以取消了它的 就是這個HDMI資訊顯示 那如果我們Off了它的話 就會看到了 那在相機那裡 都還是顯示Menu 但在電腦就已經沒有了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On它 接著下來的這個相機功能介紹 主要都會在這個電腦那裡告訴大家 OK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呢 就只是一個相機的畫面 那就經過HDMI capture card在電腦裡錄了 那大家可能會留意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左上邊大家會看到 就是寫著FHD50p的 那為什麼是50p呢 還有為什麼是FHD不是UHD呢 那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 那這個錄影畫質呢 那大家看到這部機有得選擇的 就是4K25 4K24 以及1080p50 1080p25 還有720p25 以及480p25 那其實這部機呢 理論上呢 就拍到1080p60和4K30 為什麼我會使用25呢 那其實這部機呢 現在很多相機都是會 其實大家是不是看到 畫面震很不舒服 我先放下它 好 Focus下一個位置 好 隨便吧 那其實就是很多相機 就會Hardcore了 選擇NTSC和PAL這個制式 那就是美國啊 或者歐洲 或者亞洲 大家那些電子 用不同的制式和不同的FPS 那大家知道 YouTube就比較常用30和60 其實50和25都支援的 那我這部就是PAL制式的 那就只支援50和25 那就沒得Switch去其他的 那其實是一個好還是壞處呢 如果大家只是插兩塊電 或者一塊電 平時就這樣錄影的話 就沒什麼所謂的 你當然就會覺得 有60和30好一點 但我這部的50呢 其實是 在我的用途來說 是我這個好一點 那為什麼呢 就因為呢 我現在就插著電錄的 那其實我遲些會買一個 Adapter 那大家俗稱就是假的電池 那就是會插進電那個位置 然後另一邊就搏DC 接著就搏火 搏落三腳插的 那因為直播的時候 你用電池其實是不夠的 那大家已經看到右上邊 其實已經是只剩一格電的了 那就搏三腳插就可以長期用 那就不會沒有電的 那香港的電就是50Hz的了 那其實我有一些比較錄影 那比較專業的朋友 他們甚至是在電視台做的 那就跟我說這件事 那其實在香港拍攝呢 50fps是比較完美的 那這部機呢 以我的用途呢 拿來直播會插AC電呢 那應該就是 用回50fps是比較好的 那所以呢 就是這樣了 那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裡不選這個4K呢 就因為經HDMI歐的話呢 因為我將HDMI capture卡只有1080p 沒有4K 那所以呢 如果我選4K錄影的話 它就會 要處理少少少 down scale 落回1080p 經HDMI歐 那對於這個 Auto focus的效能呢 會有少少影響 因為它吃了少少CPU 那所以現在拍這條片的時候 我就用這個1080p50的輸出先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那基本上 一些專業的設定 我不會跟大家說的了 例如 這一頁這些 很多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我都用Auto 然後自己不會用到的 對了 那我主要會用到的 還有一般新手 比較常用 比較實用的一些設定 是什麼呢 那我教一教大家吧 那就基本上 這裡就 拍攝格式 就是MP4 其實這個人都知道的 因為它這裡都說明了 適用於PC相關項 比較簡單 還有錄影畫質 如果不用MP4的話 是錄不到4K的 因為SD卡其實沒有那麼快 那我們用MP4 那就壓縮了影片 才可以錄到那麼快 那麼高清的 然後測框模式 我就喜歡 大家自己喜歡的 就是1點 然後這些 大家自己看到的 自動測量整個畫面 那如果用1點的話 比較好的就是 我不相信 是不是 拍個物件 還有背景 會比較分離得多些 背景會blur少少 那就比較focus好些 然後連續AF要ON 那否則 你一動的話 就會有對不到招 的情況 然後還有 其實沒有了 新手只有這些東西用 然後 這些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自己 買了相機之後 自己慢慢研究 那設定啦 這裡就是我剛才說過 還有 視頻輸出呢 出電視又得分PAL 和NTS 不過這裡呢 就不影響 我們依然呢 在錄影的時候 一樣是選不到30fps的 一樣只有這個 50p或者25p的 欸 OK 剛剛那個屏幕 那個屏幕突然關掉了一關 還有 相機 如果你一動它 或者震動 那個屏幕會關掉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保護機制 對啦這個我不舒服 我按錯了 按錯了 我按了播片那個模式 正在輸出自電視 OK 按錯了 我要按上一頁 怎樣出去 啊 Shit 欸 其實是不是都 OK啊 在電視看到 但是 我現在在手機那裡看不到 OK其實OK的 嗯 這裡還有什麼選擇呢 那 就 比較Hardcore的人 會知道 其實 相機和鏡頭 是有Firmware的 那這部機 買回來是2.0Firmware 我自己升到2.1了 這些 大家有興趣會自己Google的 是不是 然後 哈哈 其實我也不知道 怎樣做一個 相機的開箱 因為我真的 很多東西都不懂 話說現在怎樣 怎樣出去 怎樣出去 是不是按一下 不是喔 我們後邊變了黑畫面 怎樣怎樣出去 Shit 好了 基本上這個開箱片 大概就來到這裡 大家對於這部相機的 拍出來的 Quality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已經大概看到了 又或者我之後的影片 Vlog 大家現在會右上邊看到的 這個Vlog的 這個Playlist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天之後的Vlog 應該多數都是用這部機拍出來的 那好啦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 就留言問我 不過如果一些專業的問題 其實我都不會回答到大家 大家都是不要問我 Face出醜 哈哈 那大家如果還有 其他 就是跟這個相機 一些專業知識 無關的東西 或者譬如直播 HDMI駁下去的 這些 其實我會比較清楚的 專業相機 我真的不懂 那大家還想見到更多 同類型影片的 就記得訂閱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